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吧 我们大声一点来敬拜我们的主 当我们一边唱的时候 我们想到我们是与天上的四活物 二十四位长老同心的来敬拜 来赞美 我们的主 我们的生 你是黑的荣耀 黑的荣耀 荣耀和全国 荣耀和全国 每晚无色云里 这一杯状高地 因你状高了万物 每晚无印尼 这一杯造的 如你 赞美的荣耀 我们再次英文 英文的歌词更顺畅一点 祢 荣耀和全国 祢 荣耀和全国 有些人 祢 荣耀和全国 和全国 祢 荣耀和全国 和全国 祢 荣耀和全国 是的 You are worthy 你配受我们的敬拜 配受我们的颂战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是的 你用你的灵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 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 你更照着你的形象样式 把你生命荣耀的俗性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犯罪堕落 亏欠你的荣耀 你却施行拯救 耶稣基督 你是爱我 为我舍己 你被挂在木桶上 亲身荡荡我们的罪 让我们今天得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 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 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 你要我们的灵魂塑形 引导我们走异路 是的 我们一生一世 必要恩惠慈爱 随着我们这何等的蒙恩 这何等的祝福 主啊 我们敬拜 特别在这圣诞的季节当中 我们想念到你荣耀的诞生 你更诞生在我们没任性里面 荣耀的王 进到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主 做王 主啊 我们今天何等的感恩 主啊 你带领你的老仆人 周牧师从旧金山 那么远的路程 他的儿子 师母一同来到我们当中 主啊 你要使用你的仆人 给我们每一位同学说话 带一下你的话语跟信息 特别我们线上的十几位同学 还有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同学 你的灵的运行在我们当中 同感应灵 向神祷告仰望 奉耶稣祝福的名 Amen 非常高兴 今天周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过去我们在Milpitas的校舍 他很多次的在招会 各样的聚会 都来帮助我们 我还记得20周年冤亲的时候 他们也是来了 当时我们宣布 要买一个祷告山 要扩建校舍 真的神的恩典 经过了三年 神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 也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 奉献支持 真的我们感谢神 168万 买了这个地方 虽然我们贷款了110万 但是已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面 筹到这个当配六十几万 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所想的 真的看到神在末世 要建立祷告殿 祷告山 真的是福兴我的祷告 迎接主的再来 我就跟丁子妹交通 不是我们只是单单在这边 做一个神学院 神的教育 我们的心意 真的盼望这个地方 成为众教会 祷告的地方 牧师带着同工 小组会在这里祷告 会在这里住 人多的旁边有TRACE IN 也可以做一个退休会的营地 也可以做一个灵修的中心 谁真的需要更多来亲近神 在很忙碌的万具的生活 真的找个安静的地方 在这里的遇见神 成为他生命中的博得力 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 也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心愿 所以今天很高兴 周牧师从这个深雪 旧金山那么远 最少开一个半小时的车 来到我们当中 那么我也很高兴 明天会去到他们教会讲道 也好久没去过他们教会了 所以明天也带着一个期盼的心 能够来到他们的教会 好 我就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我们来欢迎周牧师 发言六亚红线上的东西 欢迎周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来都是传道人 都是牧师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题目 就是一个重视祷告的传道人 我们做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 首先我们来看在旧约时代 哪些神的仆人 他们在祷告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 那么神的仆人要完成他的使命 必须要不断地在各种困难的环境 或者是说在很难度过的一个时光当中 来求告神 神就会兴起一些环境来帮助他们 因为神是十分爱护他的仆人 相信各位医院所栽培出来的仆人十女 一定也是非常重视祷告的 我在这里等于说是可以说是怎么样 在你们这些专家的面前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 首先让我们来看出爱奇记 九章二十九节 因为今天没有泡泡 我想我们就自己大家翻个圣经好了 那么这里讲说摩西对他说 我一出城就向耶和华举手祷告 雷弼止住 也不再有冰爆 叫你们知道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 从古到今没有一个神的仆人 能够像他这样子的对神是忠心耿耿 神就在他的侍奉的当中 大大的赐福 那么叫他天天经历到神的能力 以至于他能够带领以色列老百姓 两百多万人 经过千辛万苦的 最后度过重重的难关 进入了神 在耿古以前 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块牛奶饮蜜 这个土地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以色列 直到今天 我们知道以色列 这个国家虽然很小 就我知道以色列跟台湾的土地差不多大 但是目前为止 以色列还是在全世界里面 是其中的一个强国 他不是弱国 他还是强国 我们再回到摩西的时代 他不但是忠心的对于神 同时也爱他的同胞 爱他的同胞 所以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 他们曾经经过 荷尔山 这在《民书记》21章 4到7节 我就不翻了 那么从荷尔山起 要绕路 经过以东地 途中非常艰辛 所以百姓就很埋怨摩西说 你为什么让我们从埃及 把我们带出来呢 因为我们在埃及地 我们那里有韭菜 有饼池 有水喝 在这个地方我们天天吃 那个大人无味的东西 就是天上掉下的玛拿 大人无味的东西 这个时候他向摩西埋怨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句 很重要的意义 当一个人对某一个人埋怨 其实不是对他埋怨 是对神埋怨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因此我们对人埋怨 其实就是对神埋怨 因此怎么样呢 神就开始了 就在那时候 就心是火舌 我们这火舌 可能目前我们没看见 咬舌许多当时的以色列人 结果这些以色列人说 相伯爷说 哦我的主啊 求你来向耶和华求告 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因此这个时候呢 神说好吧 既然他们悔改了 我就造一个什么铜舌 一个柱子挂在铜舌 当一个人被火舌咬了以后 只要望望 这个铜舌 他就不会死了 所以我们晓得 这里呢就是讲到 旧约的 一段的经文 旧约一段经文 其实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说 我记得 我在八六年的时候 我就 看了一个光景 就是呢 我在富乐读书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中间我们从台湾来的一个同学呢 那个时候 八六年那个时候 从大陆来的人还很少 慢慢慢慢才比较多了 那么一个同学呢 就虽然他从台湾来 都是很穷 下个学期的学费交不出来 我记得我们在富乐的校园 中间有个小房子 我也进去过祷告 很多学生又进过祷告 跪到那里 他就求神说 主啊 我下个学期的学费 我交不出来 我怎么上课呢 他祷告完了 心里很笃定 结果呢 他就准备回教室了 哎 走到半路 听到那个办公室 打的麦克风声音说 某某同学啊 你有一封挂号信 在这里听你来拿吧 结果他就去了 拿着这封信打开 正好这个钱 就是交那个学期的学费 所以我们知道 神是听祷告的神 因为当我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神就会为我们解决 只要我们真心地向他祈求祷告 希望他来帮助 他就会真的帮助我们 我们再看 上摩尔记 旧约 十二章二十三节 这是 上摩尔 给老百姓讲了 至于我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至于得罪也好 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当上摩尔要离开百姓之前 他说他不会停止为百姓祷告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上摩尔是一位重视祷告的仆人 是神的仆人 他时时刻刻为他的百姓祷告 另外看上摩尔记 上二十三章一到五节 这讲了另一段的事情 有人告诉大卫说 菲利斯人攻击基拉 抢夺何尝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菲利斯人 可以不可以啊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菲利斯人 拯救基拉 跟随大卫人对他说 我们在犹大地尚且惧怕 何况基拉去攻打 菲利斯人的军女啊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你起身下到基拉去 我必将菲利斯人交在你的手中 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就往这个 一个基人 去与菲利斯人打仗 大大的杀败他们 又夺活了他们 许多的牲畜 这样大卫拯救了 基拉 我那个写错了 基拉的居民 所以基拉去年 被那菲利斯人攻击 又把他们杀掉 但是最后大卫救了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困难 危险的时候 大卫向求告神 其实就是祷告啊 向上帝祷告 我可不可以去 拯救基拉的居民呢 因为菲利斯人来攻打 所以当神看到大卫那么沉浸 帮助这些小小的民族 所以他就说 可以 你可以去帮助基拉 让菲利斯人不会去攻打他们 得胜了 所以最后把菲利斯人打败了 所以我们晓得 当我们一个人 愿意很真实的向上帝求 也知道这个光景 必须要求神的帮助 才能解决的时候 神就会垂听 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来看南国 犹大王西西迦是一个好王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亚述帝国 西纳基里 是那个时候很强的一个国王 要攻打他们 所以这个西西迦王 就上到耶和华的殿上 在神的面前求说 神啊 坐在二基罗国上的耶和华 以色列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 求你策而听 耶和华 求你睁眼而看 要看西纳基尼打发 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 亚述王果然是 列国和列国之地 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神 乃是人所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 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这记者在列王记下 十九章十四到十九节 所以以上呢 犹大王西西家 擒刺迫切地 向耶和华神求告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身为一国的君王 也当知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 或者是敌人来攻击的时候 唯一的办法只有向我们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来祷告 才能够救整个国家的百姓 脱离危险 所以西西西家王王他想到了 所以他这样做 所以神就帮助他们 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知道西西家王 西西家王回到没有公岛 因为他就要公岛的时候 结果怎么样 那一夜神派遣天使 杀了他们几十万的军队 天也都是尸首 就西西家王早上起来 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最后被他儿子杀掉了 我知道这都是历史 我们再来看 在旧约圣经里面 一个非常可以说 很被神看中的一个仆人 就是约伯 我们大家都知道约伯 约伯记一共有四十二章 我没有办法就是整个来讲详细的 就是我们看 约伯是神的仆人 他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开头地方第一章讲说 在巫师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结果撒旦就看了 就心里就不高兴 就开始就给耶和华讲话 就撒旦就得到了耶和华的许可 开始怎么样 开始把他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全部就杀掉 详细内容不讲 结果是这样 同时攻击他的产业 有多少千流 千条羊啊 全部都被抢掉了 所以造成约伯怎么样 那个时候是一无所有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真是知道他对认识神 是多么的深刻 他说 我赤身处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因赏赤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个时候他说 在一切的事实上 约伯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接着我们看 耶和华告诉撒旦说 你看 在地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像约伯这样完全的 撒旦又回答 耶和华的说 人以皮带皮 情愿舍弃一切所有 来保全性命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他必当面弃绝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手中啊 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就可以了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是约伯从头到脚长堵疮啊 那是很痛 而且非常痒 所以约伯怎么样 就在卢慧中用瓦片来刮 全身刮难过 很痛苦啊 我想这个痛苦真的不是 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啊 他的妻子这个时候 开始心心动摇地说 你还是持守你纯正吗 你弃绝神死了吧 你看年长太太开始就怀疑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样子 孩子全死光了 所有的家里的产业全部没有了 你看你这一生变成这个样子 你死了了吧 你不要再去相信什么神了 岳伯就对他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也受祸吗 所以我们今天想到 不论是我们是传道人 或者是一般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生领受上帝的祝福 有多少 阿们 我们是不是领受上帝有多少 今天你们来到这个学校 在文案上的教导之下 这不是神的恩典吗 我们要不要说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所以今天同样的 我们看到了 像约伯这样的人 受这么大的痛苦 家人没有了 所有的财产没有了 全身长毒瘡的时候 他还能够讲出 这么一句 令人实在是很 怎么讲 敬佩的话 很敬佩的话 他说因为我赤身出于母妇 也赤身归回 赏赐的耶和华 收取的耶和华 是的 神把所有的恩典 所有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但同时我们 有的时候 神要把货 降给我们 不要问我说 神绝对对他的儿女 不会有货的 这不是正确的事情 我们知道 常常有许多的 许多神的仆仁 大祸临头的时候 最后接近死亡的时候 他们还是倚靠神 等下我们可以讲个例子 就是想到 我们人 从神领受各种的祝福 神同样也给我们一些 想象不到的一些货 很多有病痛 或者其他的被人攻打等等 这些都是货 所以想到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了 约伯 的确是对神 特别的真实的认识 其实我们来看 你就看看约伯记里面 很大的篇幅 讲到他有三个朋友 对吗 三个朋友来了 当他们看到约伯 遭遇到这么多灾难悲痛的时候 几乎认不出约伯是这个人 因为他是好朋友了 所以就放声大哭 在约伯的面前 但经过一段时间交通后呢 三个朋友对约伯 开始产生误会了 认为说只有不义的人 才会遭遇到神的惩罚 这是他们的一个结论 但事实上已经不是了 对不对 故开始对约伯 羞辱了 逼平了等等 但最后神怎么样 神对他三个的朋友说 你们一等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事 神说你们要这个时候 向这个三个仆人讲 三个朋友讲 你们要娶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仆人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烦祭 我的仆人约伯在为你们祈祷 我们知道虽然这三个朋友 对约伯很多的侮辱 很多的批评 攻击 但是神说 你还是要为他们祈祷 所以可以看到 约伯的心胸是多么的大 被这三个朋友 骂得这个样子 没有一点记恨 神叫他去为他们祷告 所以他真的就为了祷告 神就悦纳了约伯的祷告 就怎么样 就没有对他三个朋友 产生任何的一些管教 惩罚 所以当约伯的三个朋友 照着耶和华做的 就是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去献凡祭的时候 耶和华才悦纳了约伯的祷告 因为约伯是为他的朋友 在那祷告 可见我们知道 能够到这样的一个人生 真的不容易 比方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 有人天天批评你 攻击你 你心里想 我不恨你就好了 我还为你祷告 门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约伯不是啊 约伯只听到神的话 他就为他祷告 所以神就不会再惩罚 他三个朋友了 我们晓得 这是约伯 在圣经里面 是有这么重的成分 在这里面 这是因着约伯的生命 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非常讨神喜悦 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属灵生命 这是我刚刚讲的旧约方面 旧约方面 刚刚我们讲的一些仆人 是摩西啊 很多很多的仆人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新约的时代 新约时代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讲的 主耶稣的教导 在马拉夫音六章六节 我读给大家听好了 你祷告的时候 要记你的内室 关上门 祷告你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马拉夫音六章六节 这个经文是教导 我们传道人 除了公道以外 大家在一起祷告以外 其他的时间 我们有个人 跟神之间的交通 他所谓暗示 不一定是黑暗的 就自己的房间里面 跪下来跟神的祷告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想我们都在神学院里面 都是每一个有一个小房间 或者是 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神学院的房间怎么样 像我以前读过的学校是通扑 对不对 你只有归在你自己的 床铺的前面来祷告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个人的祷告 那不是个公导 不然这是蛮好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马太福音十七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读给大家听 我为什么 门徒到耶稣的门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 因为你们信心小 我实在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一边挪移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到 从前面这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 讲到祷告的能力是多大 当然我相信 目前我们的信心 绝对没有主耶稣那么大 所以主耶稣才敢这么说 就是对这座山 叫他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挪去 我不晓得从耶稣开始说这一话 到现在两千多年来了 有没有任何一个仆人 神的仆人 能够使一座山 从这边挪到那边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主耶稣可以做到 为什么 主耶稣他的信心 我相信是全世界 人类没有办法跟他比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主耶稣 他百分之一百的信靠 天上的阿爸父 没有一点打折扣 等我们讲到有一点地方 他是稍微有点软弱 是在快上十字架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提到 但是他在三十年 在那里做他的木匠工作 三年半的时间出去传福音 他传福音当中显出的 确实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他有这样子资格说这个话 就叫这个山从这边挪到那边 都可以做到 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 没有办法 好 接着 他又有一段的经文 是指到 马带福音十七章 十九到二十节 是门徒问他的问题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面前来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除那个鬼呢 耶稣说 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 就是对这座山说 从这边挪到那边 你们都可以办得到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进食祷告 就不能出来 你可以看了 所以主耶稣教的我们 如果我们有赶除 在这个人身上的污鬼 必须有两种的祷告 第一种祷告是什么 是信心的祷告 就像主耶稣说 有这个信心大的一个地步 这座山可以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是第一个是信心的祷告 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 另外一个信心的祷告呢 就是什么 就是禁食祷告 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 禁食祷告 主是教的我们说 乌鬼最害怕人 是什么事呢 你有债大的财能 债大的权柄都没有用 最怕人祷告 因为祷告像天上的父祷告 所以鬼最怕天上的父 当然也怕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 怎么样我们只有禁食 禁食的意思就是忘记了一切 忘记身体的一切的需要 饮食都顾不上了 这表明我们祷告的迫切性 所以一个传道人 我相信有禁食祷告操练的必要 当然我这样讲了 对不起 如果教的一些学生有糖尿病 当然没办法禁食祷告 除了这个外的话 禁食祷告真的是很好的 我们也晓得说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是怎么样呢 我们讲禁食祷告呢 就是说刚刚讲到就是一个人 完全把全人交给主了 一切都不管了 不管吃了 不管喝 不管休息啊 不管怎么 全部都不管了 把全人交给神 在神面前祷告 这个时候祷告的力量是大的 所以像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母鬼在人生里 碰到这样的人祷告 赶快地跑掉了 他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好我们继续来看 马太福音十四章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对不起 马可福音 对不起 马可福音十四章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玛利园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 约翰同去 自己怎么样 就恐 就惊恐起来 耶稣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至忧愁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浮浮在地上 向天上的阿巴赴祷告 他说 父啊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但是父啊 因为你是凡事都能做 求你将这杯车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我们知道 当主耶稣面临生死交官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他还是一个有肉有血的人嘛 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降临 但他还有带着人的生命 所以他面对 马上要上死字架的时候 内心真的是不是很平安 也非常的忧伤 所以他必须向天上的阿巴赴祷告 求天父加天的力量 你看 就是连主耶稣面对这样的光景 也必须迫切地向天上的阿巴赴祷告 如果我们将来出去 你们各位将来 都有一天会到教会去做传道人 做牧师 对不对 因为您都神学毕业了 我们做丰收 王院长他的教导是非常平衡的 我相信您出去的话 就是有实际的 有圣经根基的 一个完整教育的 一个神学人出去的话 怎么样 神要重用你们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个传道人到一个教会去 很难免碰到有一些很顽梗 很强硬的人对你不满意 或者甚至要攻击你 你怎么办 在这个情况真的不能跟他们吵啊 你没办法吵 因为你是传道人 你是牧师 他是个平信徒 你跟他吵的话 第一个是降低了你的身份 另外一个就是说 给魔鬼留地补 所以不能吵 怎么办呢 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流泪祷告 说主啊 我在这个教会服事 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你 以至于魔鬼在利用这个弟兄来攻击我呢 你可以这样子像神这样祷告 我想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会怎么样 你会发觉神会加添你的力量 使那个时候你心里很疼痛 对不对 可能是你最要好的同工 突然改变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欺骗 什么原因不知道 来开始骂你攻击你的时候 你不能跟他吵 你只有怎么流泪祷告 求神的加添力量 我们刚刚不讲吗 连主耶稣面对这种光景的时候 面对这样生死关头的时候 他也必须迫切地祷告啊 他是上帝的儿子啊 但是他的祷告 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神儿女的榜样 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时候 我们求主来帮助 当这个光景临到你的教会 你只有安静心 恳求主来帮助你 来安慰你的心 让你能够有力量 继续地在这个教会服侍下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 第一章十二到二十四节 十二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 初代的时候 我们当知道 主耶稣复活圣殿之后 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 就上了一座楼 在传统称为马可楼 马可楼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呢 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菲利 多玛 巴多罗迈 马太 亚非乐的儿子 雅各 芬瑞兰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 犹大 他们在马可楼上 祷告的时候 也自然就形成了 一个最初最早的教会 这就是我们晓得 教会的建立 初代教会的建立 就是这十几个门徒 或者是使徒 就建立了一个 建立了初代的教会 当时我们知道 中间有一位 大家都知道 犹大出卖了主 所以我们都知道 圣经上《使徒行传》 第一章讲到 他最后怎么样 肠子奔裂 就死得很惨 所以必须要从 经常跟他们 在一起的一个人 找出来 来填补这个空缺 因为要十二个使徒 那以前是门徒 最后在抽签当中 就选除了马提亚 和十一个门徒 后来的使徒 同列 但是很奇怪的 你有没有看到 在新音乐的圣经中 除了使徒行传 提到马提亚这个名字 你有没有找到 别的要 你有没有提到他 没有 虽然他是使徒了 他是什么 好像没有看着 他真正有服事的 一个情况 但我们不明白 是神的心意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当初 我们就可以看到 选出了这十二个使徒 开始他们就出去 开始传福音 但我们知道 后来马提亚被谁取代 你看你晓得吗 保罗 使徒 保罗变成十二个使徒 马提亚只是当时 抽签抽出来的 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事工 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就知道 所以保罗真的是 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中 而且是非常得利 神所喜悦的 但他所受的苦难 比谁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 保罗他写了十三卷 新约圣经 我今天就先看一下 以夫所说第六章十八节 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夫所 教会的圣徒的 他说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必要在此警醒不见 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这里面一直讲的 祷告祈求 其实就是众师祷告了 靠着圣灵的祷告 是什么意思 不是凭着自己的好恶 或者是凭着自己的需求 向神祷告 不是的 而是自己的心灵 与圣灵 就是神的灵 祈求仃起河 向天上的阿八父祷告 这是我们 很需要知道的 这样的祷告呢 才能蒙天父的悦纳 或者 你要祷告的事情 才可以得到成就 这是我们 在这里提到 以夫所书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提摩太前书 二章一的二节 真的讲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 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提摩泰是使徒保罗很得力的年轻的助手 所以保罗对他的期望非常非常的高 保罗认为一个传道人要服侍主 必须要学习祷告 他特别强调祷告首先是什么 要为万人恳求 今天我们知道 这里所谓的为万人恳求 其实就是为国家祷告 我们有的时候常以为自己的国家需要祷告吗 是的 我们的国家是需要我们祷告 比如说我们今天基督在美国 不管美国现在的政局安定不安定 光景城不去管他 我们要迫切地为美国来祷告 或者有些同胞是从中国来的 你们虽然现在在美国了 你们也要为中国祷告 这就是所谓的 这就是所谓的为万人祈求 那什么叫万人 就是整个国家嘛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从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 当时像一个年轻的传道写的 他是要提摩太知道 他当时所处的环境 在祷告中也是需要为当时 那当然知道我们在保罗提摩太的时候 当时整个世界掌权的是罗马帝国嘛 也肯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来祷告 虽然他们是残忍 他们杀害很多的基督徒 但是还是要为他们祷告 所以这次使得保罗有暗示是这样子 不但如此呢 当祷告当中 特别是为国家的元首来祷告 比方今天我们为 Jobadden来祷告 不管他的政策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现在是美国总统 我们就为他祷告 因为祷告当中 可能神就改变到很多不对的地方 会影响到他整个执政的方针 都是绝对有可能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为中国大陆 现在习近平掌权嘛 也可以为习近平的祷告啊 所以习近平他虽然可以说 对不起我这样讲 可能在座很多国内来了 可能是没有什么人性的 因为从共产思想出来的人 原来我讲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人性 所以他们这种情况 难道你说我管他这么残害同胞 对同胞这么不好 我还为他祷告 要你还是要为习近平祷告 因为这是使徒保罗 给年轻的题目在写的 叫外人恳求 外人我跟你讲 只有国家 国家当然最重要就是元首 对不对 所以要为习近平祷告 我相信如果很多很多的中国基督徒 为这个习近平祷告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可能他整个的执政方针 慢慢的修正 慢慢的修正 可能缓和下来了 不管他现在他的政治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我们不需要去讲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了解到 为国家的元首祷告 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的 这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今天的元首 如果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必须知道呢 要他带领国家 不是凭则私益 凡是在执行政策之前 就希望他们懂得 向这位创造万物的神来祷告 求神赐下智慧 那么给这些执政掌权者 能够阻挡一切恶者的轨迹 因为常常恶者的轨迹 放在这个国家元首里面 国家元首就开始变了 我们举例子来讲 简单一两句话 我相信当初希特勒 他组成纳粹党 他心中为什么有这样 就是魔鬼把这个杀人的 这种凶啊 这心意啊 放在希特勒的心里面 所以他最后把犹多人 杀了六百万之多 真的很可怜 那不管背景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的 帮助国家的元首 让他们的心灵 都是向着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他的政策 他所有一切的作为 都应当是讨上帝喜悦 那在住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岂不是文福了吗 这是我们提到 好 我们最后 刚刚讲的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新纪约的历史 现在开始讲到 现代圣徒的祷告 在二十世纪初夜的时候 我们这种南韩的教会 非常的兴旺 可能王院长非常清楚 对不对 中文有一个叫赵用基牧师的 因为他带起全教会 非常重视祷告 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的教会已经超过十万人 他们的会友呢 经常跑到一个叫祷告山 上去 在里面去祷告 你中文是天气很冷的 南韩也是很冷的地方 无论天气怎么样 他全心全意的 向主耶稣祷告 所以他不会感觉到天气的寒冷 一年世纪祷告生都是满满的 有人要问 为什么要去祷告山祷告呢 因为他们认为在祷告山祷告 能够专心的向主祷告 无论外在的环境 怎么样的恶劣 天气冷啊 路不好走啊 他们也要坚持在祷告山里祷告 我刚刚听到王院长 您这么要签一个祷告山的地方 也是一样 祷告山 所以主耶稣是看人的内心 不在乎外在的形式 所以主耶稣曾经责备过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的祷告都什么 都站在十字路口 好像人祷告 表示好浅诚啊 别人看到了 主耶稣说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盖德的赏赐 是不是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当然相信主耶稣不是很赞成 这种好像公开的祷告 所以韩国才有所谓祷告山里的祷告 那是表达出他们内心 像天上的阿爸故事 非常的浅诚 那我们可以看 所以主耶稣 他要看我们祷告 我们内心的真诚的程度 这个时候祷告才能蒙垂听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什么 中国人讲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而这种祷告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内心要从内心有真诚的 向神的话 这个祷告上帝必定垂听 我们继续来看 中国近几十年来 家庭教会很复兴 大家都知道 目前中国的教会分两种 一种是家庭教会 一种是三支教会 我不提三支教会了 反正好语不好 我们不提 家庭教会呢 也像刚刚韩国教会那种 那种方式差不多的 他们聚会的地方没有教堂 几乎都在家里面 没有教堂 而且出来站讲台的 很多年轻的传导人 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 正式的神学教育 是不是 当然他们主亲自引导他们 教导他们 能够在当中 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当中 做带领的工作 真的 我们想到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几十年来 家庭教会发展十分的快 据非官方的统计 现在家庭教会 全中国的家庭教会 不得了 已经超过一亿人了 中国现在有十四亿 十四亿的同胞 或者多一点 大致这样 超过一亿人 多半是从家庭教会出来的 当然三次教会也有 但大部分都是 从家庭教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晓得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了解到 为什么家庭教会这么复兴 就是那些带领的人 知道天天向主祷告 他们天天跪下来祷告 唱诗赞美 我们知道 小敏不是也从家庭教会出来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写了很多歌 也就是在那里 借着祷告 唱诗 来得到上帝的祝福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三方面 接着我们简单的一个结束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 我来读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了他的门徒 主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我想这是我们常常背的 所以一般的基督徒 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真的 一般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甚至于今天很多传道人 对祷告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 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说 因为祷告不只是重视外在的形式 或者祷告有很美好的词句 主他告诉我们说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你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不知道就是祷告得了主的力量 像为人祷告以后呢 就可以医病赶鬼 我们知道有一些传道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有医病赶鬼的能力 如果我们真的与父有很亲密的关系 向他求 就好像父亲 自己的父亲孩子说 爸爸我要请你给我买个什么东西吃 父亲喜爱这个孩子 难道他不会买吗 同样的今天我们向神祷告 说父啊 求你兴起我们这个教会 持就一天一天的复兴 哦主啊 也求你能够兴起丰盛神学院 能够带领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来到这里接受装备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常祷告呀 是吗 所以他才讲说 我们只要我们祷告是何无神的心意 首先祷告的时候 要求神让我们知道 让人追天父的旨意为圣 这是我们祷告当中 一切以天父的旨意为主 如果我们照着天父的旨意去做事情 我们的祷告就我们垂听 所以我们晓得 所以祷告不重视外在 但是多年以来 还是有不知祷告 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得到力量的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只要我们能够今天 与天上的阿爸父 有亲密的关系 这个时候 天上的阿爸父 会给我们所要祈求祷告的 这样的给我们 所以可能你这样祷告 主啊 我今天在丰收神学院读书 主我求你帮助我们 在两年后 三年四年的正式的神学毕业之后 你让我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传道人 让我能够在外面的教会 不管任何教会交进我 我要使教会许许多的人 从信徒进入门徒 最后成为神所使用的一群 主啊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是不是 所以我们祷告 其实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都需要听到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主 今天 王院长邀请我来 我也拉扎扎的 讲了这些事情啊 求上的纪念 好 我们就结束 我们感谢神 透过周牧师 把旧约圣主的祷告 新约圣主的祷告 近代教会复兴的祷告 摆在我们面前 巴不得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节目 能够横切祷告 不足祷告 我们生命的复兴 教会的复兴 领导我们 好不好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哈利路亚 祷告 祝我们同心来仰望祢的祷告 祝我们的祷告 必要如烟 陈列在祢的面前 如同新香的烟 被祷告 主啊 因为祢爱听 祢众而离祷告 我们的呼求 必要达到祢的面前 是的 但我们面对这个大环境 主啊 疫情还是严峻 大水虽然泛滥 祢仍然做作为王 主我们仰望祢 生出的全能的磅壁 止住一波又一波的 这些瘟疫 主啊 主啊让人能够得着医治 让人的生活能够归回正常 主啊 让祢的教会 也能够恢复正常的聚会 步道各样的事工 主啊 祢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需要同心 伸出我们的手 来向祢祷告 向祢福求 主啊 祢医治这地 福兴祢的教会 我们仰望祢 更求祢来福兴 周牧师所带领 牧养的教会 这个国语进行会 主啊 是祢所建造的 是祢所建立的 祢要在 好像在疫情困难当中 主啊 能够移山的神迹 彰显在他们当中 把得救的人数 如同安村一样 吹到他们当中 我们圣行 借着众圣主的祷告 祢来福兴祢的教会 使用你中心的仆人 我们仰望祢 看到周师母 在我们当中 多年的佩达师奉 是你仆人的好帮手 也看到他们的儿子 是美好的见证 Sam多年的在教会的教导 主学 还有中文学校中心的服饰 祢你不但使用你的老仆人 也要使用他的儿子 Sam成为你大人的勇士 祢你来祝福这个家庭 是一个蒙爱的家庭 我们来仰望祢 听我们同学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神 好 我们就一同用餐 我们就请Sam带我们 做个泄饭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用餐之前 Sam带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可以聚集 阿们 阿们 主耶稣 我们也要献上 我们的感恩 因为我们生活中 一切的需要 都为我们供应 阿们 也求你祝福 等一下聚餐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有美好的团庆 阿们 我们所吃的食物 我们全都也捷径 我们这样感谢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我们都到这个餐厅 说话去